亲爱的朋友大家好 又到好书一分钟的时间 今天与大家分享两本好书 拥有越少越幸福 不被杂物绑架的人生 他告诉我们一个概念 叫做极简主义 Joshua Baker 他结婚有两个孩子 有一天他发现他花了好多时间整理车库 没有办法陪伴他的孩子 他体会到拥有越多 不代表不等于幸福 放下不重要的 我们才有自由去追求真正有意义的事情 因此他说 少即是多 Less is more 极简主义会带来的好处 有什么呢 当我们过简单的生活 我们更多的时间 能量 金钱 跟效率 来做有意义的事情 并且环境整洁 环保 拥有有质感的东西 而不是很多 我们不喜欢 甚至垃圾的东西在我们的四周 从过去的记忆 过去的感受 从语言的比较 从生活的压力当中可以得到解脱 并且当我们简单的时候容易满足 慷慨 感恩 跟珍惜 当生活简单之后 我们可以追求更有意义 有重要的事情 好比人际关系 我们与神的关系 极简主义 有三个迷思 第一个 极简主义要放弃所有的东西吗 不 是放弃不必要的东西 而保留真正有需要 有价值的东西 极简主义就是不断的整理吗 不 整理只是排列组合 永无止境 极简主义 要选择舍弃 难道极简主义就是断舍离吗 这是压抑欲望 极简主义 要我们思想什么是最重要 我们要选择的 而我们如何实际 能够走上极简的生活呢 下个影片再谈咯 拜拜